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再来收看指酬高峰会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大盘 今天的大盘是这样子 对不对 杀低无力再反弹 反弹也无力 然后再收下 看一下今天的技术分析 今天技术分析是破前低以后的小红 它是一个叫做什么 这个叫做中止形态 对不对 这是已经连续形态以后的暂停形态 那以后要杀 要拉 我想就是看美国 那所以说我们明天开始呢 开始带当冲 那带当冲的原因很简单就是说 你现在做得太波段 你不禁赚得到钱 所以当冲把利益全部收回来 我们来看一下像这种金星科 对不对 金星科是很好冲的个股了 我们从这个地方就开始讲 293 加140 393 我们在这个480 就跑掉了 那这个金星科来讲看 昨天杀下来 对不对 昨天杀下来 今天又灌上去 这是一个当冲的很好的标的物 那四星也是 四星的话呢 你都不要去留单 你留单没有用 你这空就被嘎 那做多又被杀 你就是做当冲了 所以呢 我们讲 这时段上来讲的话 就每天四代五名为限 好 我们讲就是说逻辑上来讲 我上次在讲这个大盘 这个是振来振去 所以呢 很惨的 市值蒸发的14兆 每位国民的财富平均收取63万 它是用2300万来做一个母体样本 16兆除以2300万 它其实2300万也只有300万在玩而已啦 所以呢 超过200万 大概你做股票做多的 大概就超过200万 所以我一直奉献大家 你期货选择钱要学好 那我昨天又想了一下 期货选择钱我们公司 我们公司有跟我讲就是说 为了我将来可以讲期货选择钱 所以要增资 增资5000万 但这个之前 我们就跟期货的方法我们做当冲 期货的方法做当冲 期货的方法做当冲 怎么去做当冲 今天大概主题是讲这个 在讲这个之前 我们来看一下北极星的眼泪 北极星会流眼泪 你知道吗 我这个北极星 北极星 我说9月19号我就预告空投格局了 北极星 北极星 来 北极星 我在这个地方 我就9月19号礼拜一嘛 对不对 礼拜一是什么日子 就是长荣啊 这个简直开始那一天 我说这个地方是不能买的 结果呢 他减盲成功 减盲停牌 成功 涨停 刷下来 都是赔钱的 那我在这一天 我有讲过 这个47000张是85亿 今天呢 157块的这个5万张呢 又来了一个70亿的套牢 这个两个加起来是超过160亿的套牢 对不对 我说9月19号我预告了嘛 预告空投格局 你不要去买 就偏偏有人下去买 今天的成交量有5万张 又套牢的多少 75亿 当然我们将来 明天开始做当冲 所以呢 这个东西不能冲 这个 即使解盲成功也不能买 这个已经讲过了 今天还是有人去套牢 今天的话呢 不是一架锁跌停板 而是呢 再高右单 跌停打开 跌停打开 这样再右 这个纹死的 所以呢 这个两根大量 已经套牢了多少 大概160亿 股本多少 我有讲过啊 这个北极星 北极星 你看这个 个股新闻查询就知道 对不对 你去找一个75,000的在这里 北极星药业 北极星KY 赚多少钱 何必营收75,000 8月营收75,000 你很 你之前如果看到9月19号的那一幕 你就不会买 你不会去套牢 你也不会说今天就盲目的下去 人家解盲成功就换你失明了 换你盲目了 就直接下去 那考虑到很多 我既然上了台就要让人家赚钱 所以呢 明天开始 带大家做当冲 那波段也有 当我们做当冲的逻辑是 给大家多赚点钱 因为老百姓实在输太惨了 这个2300万做母本的话呢 这 same population 就是母本的话 样本数2300万 我们当然玩了大概就300万而已啦 所以除起来大概超过200万 输了14兆 14.6兆 与其说叫你们做多做空做破断 你不如呢 做当冲还比较快 北极星有没有流眼泪 有啊 北极星在流眼泪 第三根跌停板很恐怖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傻瓜很多的 在台中风云买了多少 北极163张 凯基 赞钱 然后还有呢 这些都是很惨的 解盲成功以后 换他们失明了 所以这市场需要有一个 有能力的人 领导你来带 当冲 过去 国具从 1300 国具从1300 1000块下来 就拼命从800块一路买 因为 跑不掉了 国具金好不好 国具金好不好 我们看一下 国具 你可以回想一下 国具 回想一下国具 我们看周线图 从 从这高点 从这高点 1310块 这个高点 一路下来 多头不认输 就死得很惨 那你何必呢 你用手上的资金 做当冲 当冲完就平掉 当冲完就平掉 你明天要找 明天再说嘛 那你看国具 对不对 很惨 所以我希望带大家 走出另外一个境界 另外一个坦途啦 那像这K线来讲的话 跟指数的做法是一样 那我们在讲就是说 我现在带大家做当冲 其实我们就带大家做指数 一样的意思 比如说 我现在做台子棋 我们公司没有那个资本 还没到嘛 那我们就带国具 国具当什么 当台子棋 那国具在黑K的时候 我们就空补 空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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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懂不懂 那做做的时候 就买进卖出 买进卖出 对不对 好 那我之前 我会筛选标的物给大家 所以呢 大家要紧听我 大概9点10分的那一通扣信 我们今天到底要做多 来做空 这大概要盯紧一点 不过 我有一点觉得 这个大家先先 这个做多套 做空也不敢做 那 那期货选择权不是你想象的 用期货选择权那什么东西 我来说你没有你做成 你根本不敢说 蛤 选择权 选择权 我那画面我都还是刷不到是不是 不用 今天讲国具 对不对 好 那国具是一个标的 我就是比喻 对不对 好 那我们讲金星科 金星科 金星科今天怎么操作 各位你如果是跟我操作的话呢 我们来拆五分K线好了好不好 拆五分K线嘛 那你拆这是金星科今天五分K线大集合 今天五分K线 落底在400 落底在400 今天开什么盘 一滴 一滴嘛 对不对 今天是9月3 9点30在这个地方嘛 开始买进 震荡不破 继续供出场 你这样赚钱比较快 我们当初的逻辑就是说 把日线土拆成五分K线 我真老师 我不会跟主力串通好 去拉一档股票来骗你的钱 我们就是实时在战 每天就是跟市场在战争 那你实时在战 有办法跟市场战争 能够市场拿到钱 我能够带你拿到钱的人 你愿意相信五个名额 那你就赶快报名 世代 那你说 曾老师如果说 没有办法帮你从市场上拿钱 我看也没有人可以帮你拿钱 对不对 这个忽多忽空 这个市场是忽多忽空 你如果是你要留单 恐怕你放空的不够 你看这个在四百块 你要空十张金星空 你得四百万 对不对 那我如果做当冲的话 我不费摧毁之力 我放空补 放空补 放空补 做多平 做多平 那这个好像跳舞的节奏 就是说 空 平 空 平 接着要换多了 对不对 节奏 那个韵律感来了 对不对 就是多平 多平 一定是这样 那不可能说空平 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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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最后你的空单利润 全部被反弹波吃掉了 也不可能说 一直做多 一直做多 你一直做多 不会做空的话 你的多单利润又被空单吃掉了 这是当冲可以避免掉的 而这行情你说 它跌在哪里 它涨在哪里 你说 这地方台子期已经开始就止跌了吗 谁敢说 谁也不敢说 但是指个股来讲的话 我们在当冲 那就有一个好的利基点 就是说 我也看期货 我也看选择权 因为它代表主力的拉台 那我也看主力的心态 去做什么样的个股 我们很清楚 像金星科对不对 开盘就是空 开盘 一高盘空 一高盘空 然后这一滴盘做多 一滴盘做多 所以它有一个tempo在 这个tempo你如果抓住的话 那你可以赚很多钱 你说做多被套到这边还没解套 你如果做空被套 那你等下一波再下跌 你会等了什么样 你如果做空被套的心情是 你期待战争再扩大 这个天灾人祸 帮你解套的心情 那你如果说 做多被套怎么办 你就希望就是说 发布一个大利多 国安基金来大举介入 来拉台我 每个人心情会充满了矛盾 所以五个名额 限定五个名额 麻烦你赶快报名 我们明天要开始动作 我们进入广告 面对通膨的巨浪 你该怎么办 创造更多的财富 才能在这巨浪中平安度过 战胜股市 鼎业来帮你 甜甜价让你轻松富 轻松赚 抗通膨专线02 85113366 投资这条路是孤独的 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 尽心思考 二十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 似乎不够 总想着能为投资者 多做些什么 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 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 用心去关心 每一个股市投资者 顶页投顾 全心照顾 02 8511 3366 帮您避开投资陷阱 只剩关键 顶顶专专业操盘团队 为您掌握 顶页投顾 02 8511 3366 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 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个境界 就是美股来讲的话 就看苹果 苹果的代号叫AAP2 AAP的话在这里打双底 那如果打双底的话呢 我们现在就是说 你要买什么股票 那假设明天我给你当中 我要买什么股票 我们看一下这一曲线效果 如果说 许问要够深 你才有办法把市场的钱 帮会员 赚给会员 否则你没法赌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曲线效果 这一曲线效果就是 我们的台币很不好 从27 28 29 30 31 现在32 我昨天拿我一本书 我以前写的 对不对 大概35 大家看到35 那看到35的话 我说这一曲线效果是什么 台积电每赚一块钱美金 它换回来的是本来27 现在变35块 假设到35的台积电是怎么样 会对收益大丰收了 所以呢 32到35还有什么10%的空间 所以TSMC结论是涨定了 我们来看2330 2330台积电 这个地方 我说它涨定了 这个地方叫做 已经死掉了 叫向死而生 向死而生 对不对 所以呢 它有一个效果 叫做Z曲线效果 Z曲线效果来讲的话 它有类似这一个相对来讲 它要带一段 那如果带一段的话 我们说台股要不要再带一段 台股 13800 13800 你看 相对来讲的话 这带一段 那这一段来讲 就Z曲线效果 我讲的 我讲什么都没几个人懂 什么叫Z曲线效果 Z 你们只要知道 那歌星的双Z 对不对 蔡依林 这双Z 我们讲经济学里面呢 有一个外汇理论 叫做Z曲线效果 Z曲线效果来讲的话 这个汇兑的收益 它会把台股带另外一个境界 所以我们做多的个股来讲 有六档 六档来讲的话 它是呈现波段 所以你不用去进出 你就等着它大涨 那另外就是说 明天要带的 就是当冲的部分 当冲的部分 我们当家庭指数呢 像这个六月 六月十五号 六月十五号 发生什么事情 长荣 万海 扬明 被美国怎么样 勒索 它的航价 航运费率要调涨 调跌嘛 所以呢 这波跌的是航运股 对不对 所以航运股来讲 你就当冲空空空空 你通通赚钱 我有一个学员 扎尼锦的学员 他是 讲白脸 他叫阿宝 新竹补习班的老板 我讲得很清楚 他说要我讲 他说 他跟我这样十年来 没输过钱 他称我是天下第一名师 因为他是跑得很快 来来去去 那市长所有老师的讯息 他都有 那有个好处 人家在做什么 他会告诉我 那你如果说 做老师做到 已经像神的名字 已经很清楚 人家在做什么 然后你很清楚 市场动向的时候 他跟我十年了 十年来 他没赔过钱 所以他号称 他每次都叫我 天下第一名师 那希望我PO给大家知道 我说我不用这样子了 对不对 大家是已经呢 学员变朋友了 他说他跟我十年来 没有赔过钱 那其他跟别人的 就是 跟那个意气风发的 有没有赔过钱 都赔大钱 所以我做事情 我比较小心 我说谁可以 谁可以告诉你 6月15号的 这个美国总统 这个板凳 发布了一个叫做 海运的特殊令 对不对 所以打下来 打下来 那打下来 你就知道就跌嘛 跌的话天天 空啊 补啊 空啊 补啊 对不对 那这一波的上涨 这一波的下跌 又跌得很惨 这个不叫十字变盘线吗 十字变盘线以后呢 以后就天天空了 对不对 就当冲空了 所以你要懂得大盘 你要懂得国际情势 你要懂得美国在想什么 你们通常是想不到 那你想不到的话 就是致命啊 因为一天跑不掉 永远就跑不掉 我们再来想2603 2603在6月13号的这一天 13号这一天 从这里我说已经 你看哦 你如果想参加我的 这个当冲班的 你就知道 要有很多功率 我们来看 画线 画什么线 画线 干式角度线 上升趋势线 有没有 你这个已经破底空了嘛 那你这个地方呢 再画一个 画线 对不对 上升趋势线 有没有破底空 破底空啊 破底空你用干式角度线 画日线图的 它就是空空空的节奏 日线图高档向下就是空 所以呢 从这个6月13号开始 我叫我一个朋友 他都不是会员 都是朋友 我告诉他 你这个 长冲一百 当时一百四 就这一天一百四 我说你去换 这6月10号 各位记得 646腰法药 有没有 6月 6月16号在这个地方 我说你去换 药法药 你去换 药法药 药法药在这个地方 6月 6月16号在这个地方 对不对 所以你药法药到现在都还赚钱 你的 长冲到现在剩六十块 一百四十块赔掉八十块 减制以后再跌 所以就差很多 他当时 没有采行 我的 看法 我告诉他你要换药法药 这个不行的 因为你破线了 各位看 2603没有破线 这一天是破线 都有 现在要跑 要跑 所以我做长冲 从来不赔钱 如果说一个人的能量 如果说做一档股票 可以不赔钱 那是很细心的 你可以跟我 这五个名额 你是你 这个世代的 那你从这边开始 有没有一路下跌 有 那我说 培瑞西来 7月28号 7月28号 94号 我们全砍光了 这个上涨几天到106 我不会稀罕 到最后你就知道 还是继续跌 我没有 我没有稀罕 没有带会员 不想带会员 赚这个 因为你去赚这个100块的 你一定会赔到变80块 你要赔到80块 长冲 那长冲的话 他简直到现在 这个也可以 因为他的 否则的价格还是跌 还是多空多空 这样操作 不过他今天长冲 你去放空可就赔大钱了 因为今天撑盘的药角就是长冲 对他比万海比杨敏还 还嗆啊 那你看他尾盘 龙剑回补了2355张都赔钱嘛 所以你们不会做当冲的 你一定跟着我 那么名额也不多 大概五个 先五个 先五个 那你如果有兴趣的 有兴趣赚钱就跟着我来做 所以你分析 股票 我们也不要讲的像那个军事学家一样 讲的什么 道天地降法 人法天天法地地法道道法自然 讲的老半天没有用 你这个东西 你实战进去就知道了 市场上的诈骗何其多 什么软体这个有用 这个有用 告诉你有用他自己用 我今天我真好是 我是靠自己的本事 带你们做 我没有推 我没有要你买我的软体 对不对 我始终认为软体总是一个被动 但不是主动 那我这个 每天固定啊 最多只有三档 充的话最多只有三档 那也有分 高价的 中价的 低价的充 那你可以 依照你资金 那有兴趣的跟我来 那已经连带几天的长总 你就不适合去空单进场了 因为人家会拉嘛 所以你要想象 想象这个行情怎么去冲 你当冲才有力 你当冲有力的话 你这行情到底是大盘要高开低走 所以高开低走 还是开低走高 所以我说今天是一高盘 震荡洗盘下来 这也就是涨不上去 杀下来 杀不下去 涨上去 市场永远就这样 涨跟跌 那你赌多赌空 大家统统赌输了 赌输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你如果说你去相信软体的话 可能就输得更惨 我不是告诉大家吗 这个2101啊 三线翻多买48 有没有 三线翻多的 买在最高点48 因为他说三线翻多了 根据这样的做法来讲 你就不符合当中的要义 我这个上去之后 见高点带大量 我就是空空空 这是心法 想要的报名 只有五个名额 当中的心法 当你高点报大量的时候 隔天就是高空高开低走 你就是高空低补高空低补 一路这样做 你就一定赚钱 这就是我现在教你的心法 以后呢 单子试出去你就知道 我的指令发出 你大概就清楚了 所以呢 带大量 带大量 就是高空低补 高空低补 对不对 就是空 我记得我这两天 我再讲一档古法 叫先进光 先进光这个90块6 我说从50块7 涨到90块6 它已经涨了 乘以1.8 涨到八成了 对不对 3362 那你看 那你分析到这个点 就知道我是看空了 对不对 所以在带大量之后 每天高空低补高空低补没有错 对不对 但它到一定的程度 你今天呢 大盘已经有点止的味道 你今天不要去放空 甚至可以反向做多 所以你头上一定要很清楚 我空不是每天空 我做多也不是每天做多 一定是有它的tempo 它跌跌跌 又开始到反弹 台股也是一样 明天如果反弹300点 你会不会觉得很奇妙 如果反弹300点 你会觉得很奇妙 我说有讲过吗 是有可能 因为我们看到美国的苹果 已经是呈现W底了 对不对 呈现W底 这是苹果嘛 那你苹果的话呢 是双底K线的架构 只跌反弹 今天如果说 道琼工会指数 它3万点跌破 会多跌入 熊市的空头区 所以主力它一定要拉起来 它不拉起来 它就完蛋了嘛 它如果拉起来的话 也要靠苹果 苹果拉起来之后 大盘道琼拉起来 台股就会拉起来 那明天呢 当冲就精彩 所以也欢迎各位 我昨天放J曲线效果 我今天还是放J曲线效果 请大家去查一下 Google一下 我说台积电一定是涨定的 因为它有了一个 外汇的J曲线效果 我说只有五个名额 明天开始 带大家赚钱做当初 希望大家保护 今天我们再次谢各位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 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讯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